我站在阳台上穿着一件透明的连衣裙,皮肤白得如同春蚕吐丝,感觉特别凉爽,长长的头发像瀑布一般披散在双肩上,手中拿着望远镜,身体微微颤抖。 二十楼的窗户在八十米远的地方敞开着,透出男邻居黑脚尖的身躯,他光着膀子看起来像一座铁塔的一半,他也拿着望远镜朝这边窥视着。 我们四目相对,我立刻感到脸红心跳加速,全身仿佛要爆炸。望远镜从手中滑落在地,我被闪电般的冲击击中,靠在墙壁上喘着气。 我的名字叫小雅,丈夫去年去世了,我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日子特别寂寞。 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每天回家就把衣服脱光,只穿一件花边的内衣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不管是拖地还是洗澡,都是这样。 丈夫生前是个富豪,留下了很多财产,足够让我终生无忧,我也成为了人人羡慕的贵妇。 然而,金钱并不是万能的,至少无法排除空虚和寂寞。 我非常渴望再找一个男人组建家庭,但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我丈夫在世时,每周都会带给我幸福,但是他去世后,我感觉像是一片荒芜的田地,无人照料。 时间一长,不仅长满了杂草,还结满了蜘蛛网。 一个月前,阳台对面的房子搬来了一位名叫托尼的黑人留学生。 他二十七八岁,身高足足一米九,非常强壮,威武高大。 他的牙齿很白,头发卷曲。 由于距离很近,每次我在阳台收拾东西或晾衣服时,都能看到他的情况。 托尼白天上课,晚上回来,我们从未交谈过,只是偶尔打个招呼。 天气非常宜人,既不炎热,也不寒冷。 我上完网后,把家里的窗户都打开。 往后阳台一看,我震惊了。 只见托尼站在对面,手里拿着望远镜,也在朝我这边观察。 他望远镜里,展示了我整个身体,让我感到非常尴尬,心里像小鹿一样,砰砰跳动。 我立刻躲到了阳台的死角处,托尼持续观察了很久,脸上带着笑容。 他向我竖起大拇指,用手势示意并说了几句听不懂的外语。 我知道他在夸赞我的身材好,这让我感到害羞,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的脸瞬间变得发烫,全身也感到热乎乎的。 脑海中涌起一股奇怪的念头。 我想起自己以前交过的几个男朋友,对国内的男生身材和性格都很熟悉, 但对于和黑人谈恋爱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我却一无所知。 是否应该试一试呢?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我怎么也无法入睡。 脑海中都是托尼黑乎乎健壮的身影,我很想被他征服。 尽管这种想法有些冒险,但是那种改变口味的感觉让我无法抵挡。 第二天早上,我也去商场买了一副高倍数的望远镜。 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每天偷看黑人男邻居的私密生活。 我换上了一件细肩带,紧身低胸的黑色连身裙,长度刚到腿的一半,里面仍然没有穿内衣。 没有垒丝边,没有花边,相对来说比较宽松。 我等着托尼出现在阳台上,我匆忙地走向自家阳台,装作要亮衣服的样子。 首先解开绑住长发的发带,让长发随风飘舞。 然后故意走到阳台的另一侧,展示自信的腿部。 时而站立,时而弯腰,假装忙碌的样子。 最后用余光不断向托尼看过去,果然他也在注视着我。 他穿着一件运动背心,手里拿着哑铃,轻轻地举起来。 他的二头肌和三头肌瞬间凸显出来,肌肉线条非常明显。 他也吸引了我的注意。 随着哑铃在左右手之间传递,他的胸肌和腹肌不断颤动。 任何女人都无法抵挡这种诱惑。 他竟然有八块腹肌,看起来像头撞牛一样。 简直太刺激了,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完全忘记了时间和地点。 肩上的吊带滑落下来,我都没有察觉到。 托尼也呆住了,眼睛里闪烁着亮光。 突然,他抬起手指向自己的肩膀,对我冲了个眼神。 我立刻吃了一惊,赶紧拉好吊带,尴尬地低下头去。 我借着系鞋带来掩饰自己的慌乱。 第三天早上,我特意打扮了一下,穿上了一件漂亮的连衣裙。 我长长的头发依然有节奏的甩动,露出洁白的小腿。 我穿着一条薄薄的半透明裙子,上面有一条花边,紧紧地勒在身上,展现出迷人的曲线。 走下楼梯时,我在小区花园里遇到了托尼。 他好像特意等着我,一个美丽的姑娘。 他自我介绍说,我的名字叫托尼,我们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好不好。 托尼非常礼貌地向我打招呼,很高兴认识你,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和他握在一起。 他的手很宽大,也很温暖,仿佛一只熊掌,迅速包裹住了我的洁白柔软的小手,让我有一种被强壮征服的感觉。 我的身体不禁多情了一下。 托尼提议,加个微信吧,以后常联系,毕竟我们是最好的邻居。 他拿出手机,尽管他的中文发音不标准,听上去有些滑稽。 我还是忍不住拿出手机,加了他的微信。 加完微信后,托尼非常高兴地问我,你不用上班啊,好像没看到你出去工作。 我解释道,我在互联网上搞直播,做自媒体,不需要上班。 原来如此,你真美丽。 如果我妻子,能有你一半漂亮就好了。 托尼对我赞不绝口,一直盯着我的胸和两腿看,眼神像两个铁钩子一样。 让我感到全身又痒又痛,我害羞地捂着脸跑开了。 我的心跳得很快,脸红得像红透的苹果。 下午我要直播,但网络一直断线,无法连接上。 我非常焦急,这附近没有修网络的人,周围的邻居也都不认识。 突然我想起了托尼,于是拿起手机给他打了电话。 很快,他就出现在阳台上。 我非常开心,太好了,我家的无线网络连接不上了,你能帮忙修一下吗? 我听物业说,你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应该不难。 他也很高兴,说应该没问题。 我请求他过来一趟,他答应了。 我们住在同一楼的2002号,我故意扭动身姿,扭动小腰,尽力突出胸口,轻轻抬起雪白的两腿。 阳光柔和地洒在身上,犹如金光闪闪,美丽动人。 托尼充满激情,头晕目眩,晃了晃,差点晕倒。 我的身材如此完美漫妙,足以让身心备受煎熬。 马上到了,他挂断电话,然后迅速冲下楼。 五分钟后,我听到了门铃声。 门打开,托尼穿着运动背心,高大的身材挡住了半个门,气喘吁吁的样子。 张小姐你好,你应该叫我张太太。 我知道您的丈夫已经去世很久了,目前是单身。 他迫不及待地走进屋子,没有寒暄几句。 立刻坐在我的电脑前,只见托尼的双手在键盘上忙碌。 时而按下路由器,时而又按压电帽的开关。 那张脸上充满粗犷之气,男人的肌肉线条清晰可见,让我陶醉其中。 一身汗水也显得如此壮观。 我再次着迷。 托尼的技术真的很棒。 来回操作,网线终于连通了,特别顺畅。 没问题了,可以上网了。 真厉害,太谢谢了。 喝杯咖啡吗? 泡一杯当作谢礼。 我立刻拿出速溶咖啡,快速加水泡好。 慢慢递给他。 托尼接过咖啡眼睛,却不断在屋子里瞧着。 发现没有别人,只有我孤身一人。 他的胆子大起来,问道, 张小姐,你真的一个人住吗? 没有交心的男朋友。 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 我仍然没有穿内衣,事业线很明显,因为裙摆比较高,所以整个腿都能看见。 为了逗他,我索性让肩带滑落,裙子也先高了一点。 他立刻坐立不安,差点把咖啡倒进鼻子里。 他突然抓住我的手,开始胡言乱语。 他说,张小姐,你真漂亮,我喜欢你,咱们交朋友吧。 这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 慢慢地坐在他旁边,抬手勾了他的脖子,说,我也喜欢你,你好壮。 我答应跟你交朋友。 然而,话还没说完,他就用粗犷的嘴堵住了我的嘴巴,狂吻起来。 这一刻,我既渴望已久,又感到遭到了雷击,心潮澎湃,再也抑制不住自己。 我也回稳着他的嘴唇,根本不知道稳了多久。 两个人同时激动起来,托尼竟然抱起我,冲进卧室,抬手一松。 我感觉像一条游离在网络之外的鱼,蜷缩在床上。 空气中弥漫着温馨的氛围,使我更加接近了托尼。 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机会。 在这个绝佳的时刻,我感到面颊泛红,呼吸急促,胸口不停地跳动,心里像是装着十五只吊筒,七上八下。 托尼也喘着气,我们两个人都心照不炫。 我的理智再次失去了控制,勇敢地颤抖着抱住了他,完全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 这种陶醉感充溢着整个人。 然而,门铃突然响了,吓得托尼打了个寒颤,赶紧放开了双手。 我也吓了一跳,立刻意识到有客人来访,迅速整理好衣服,打开房门,发现是我最好的闺蜜小小站在门口。 他质问道,开门这么慢,你在干什么? 小小是我唯一的知己,我们无话不谈,我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秘密。 我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得先走了,你们聊吧。 托尼非常尴尬地打开门,竟然跑了出去。 小小好奇地问,这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心里一片慌乱。 小小继续说,你竟然和黑人邻居同居,这种人根本靠不住。 小小生气了,他眼神不停地转动,似乎已经明白了一切。 我自己单身,已经有很长时间了,需要找一个男朋友,这是我的自由。 我觉得黑人不可靠,你要小心被骗。 小小生气地回答我,说他真的很寂寞。 忍受不了了,想再次组建一个家庭。 成家也是我的自由,我的闺蜜没有权利干涉。 但是,他也不能找个外国人,因为他不懂外语。 你们俩的文化和生活习惯都不同,走不到一起去。 我知道,小小担心我吃亏,至少找一个身体强壮的男人。 我喜欢,但你难道是嫉妒吗? 总之,你绝对不能嫁给一个外国人,叔叔阿姨也不会同意。 我坚决不允许你这么做。 小小气急败坏地担心我误入歧途,被人欺骗。 虽然我已经毕业很久,经历过一段婚姻,但我的心里仍然保持着单纯的心态。 我已经下定决心,非他不嫁。 大不了,我们一起去国外生活。 我把小小的话当作了一句耳旁风,担心他会破坏我的幸福,以后后悔。 如果你后悔了,就别找我哭鼻子。 小小真的生气了,他摔门离开,将我一个人丢在房间里。 我对他的话没有当回事。 晚上躺在床上,脑海中仍然盘旋着托尼的身影。 不得不说,小小真是可恶,竟然打搅了我的好心情。 以后,我再也不和他好了。 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就在这时,卧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个人影慢慢走了进来。 我吓了一跳,从床上坐了起来,还没反应过来,就被黑影抱住,按在了床上。 紧接着,耳边传来托尼半生不熟的中文,小乖乖。 你怎么来了?我又惊又喜。 很快,我们就拥抱在一起,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到我家钥匙的。 胆子还这么大,在半夜偷偷来。 我想你想的,我都睡不着。 他的声音很温柔,双手却很有力气,抱得我越来越紧。 我也是,刚才还在想着你,根本顾不上娇羞,恨不得将他吞进肚子里去。 我们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倒在床上,床垫发出惨叫声。 我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他也毫不犹豫地接纳了我。 从第一次开始,很快就有了第二次。 第三次,我们在家里的床上,公园的草丛里,落满树叶的山坡上,留下了我们激情过后的场景。 我与托尼深陷其中,他们的儿子托尼毕业了,准备返回非洲的老家。 他舍不得他离开,请求能否跟他一起走。 托尼询问房子和工作的处理,他决定卖掉房子,跟他一同去非洲发展事业。 他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要去非洲与托尼生活。 然而,当这个消息传到父母的耳朵里时,他们迅速赶来并对他表示不理解和愤怒。 父亲气愤地让他离开。 表示认为他们从未生过这样的女儿。 父母劝不住我,我已经深深迷恋上了托尼。 两位老人离开时,只剩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然而,托尼又回来了,继续对我亲吻和拥抱。 如果你的父母不同意这件事,我们就算了吧。 我不会强迫你,但我一定要跟着你走,因为没有你,我无法生存下去。 我抱着他痛哭,在他的怀里轻轻颤抖着。 我把他当作我的整个事件,我们一起走,哪怕是死,也要一起死。 我们继续拥抱着,而席梦斯则发出了惨叫声。 几天后,我们卖掉了房子,然后办理护照。 当我去银行取款时,才发现我的账户被冻结了,钱根本转不出去。 原来是父母所为,他们不让我转移财产,担心托尼是个骗子。 我咬紧牙关,即使没有钱,也要离开。 从此以后,再也不回来,即使从头开始。 机票已经买好,我依然和托尼上了飞机。 在飞机上,我们依然紧紧相拥,亲密无间。 我们幻想着,未来在非洲的幸福生活。 我甚至想要在他的家乡办一所学校, 教那里的人如何种菜,让每个人都有口饭吃。 无论怎样,只要有双手和双脚,就不会饿死。 飞机上有很多人对我头以异样的目光,有嘲笑,有不耻。 小姑娘这么美,没想到会嫁给一个老外。 可惜啊,好的资源被浪费了。 像好白菜,被一头猪给拱了。 我到底差在哪儿啊? 我穿着37码的鞋,却有着42码的脚。 这配套得上吗? 我不怕挤得慌。 现在的女人啊,为了出国连脸都不要了。 竟然把大好的资源奉献给外国人, 怪不得国内的光棍越来越多。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就差没人对我吐口水了。 我吓得瑟瑟发抖,不敢与他们的眼光相碰。 托尼立刻将我抱在怀里, 用自己的身体遮掩那些毒辣的眼神, 担心我受到伤害。 飞机足足飞了十几个小时, 终于到达了非洲。 走出机场,我们上了出租车, 行驶了五百多里, 然后又转成牛车, 走了四五个小时, 终于来到了托尼的家。 才知道上当受骗, 一瓢冷水从头顶浇到脚星。 眼前是一排排部落的草棚, 一片片的草房子, 到处是茅草地。 没有公路, 没有超市, 没有高楼大厦, 也没有喧闹的人群。 甚至连互联网都没有。 破破烂烂的村子里, 四周一片荒凉不堪, 眼前聚集着一群衣衫褛褛的人。 他们的皮肤有黑, 头发卷曲, 男女老少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由于天气炎热, 衣物十分简单, 女人们带着多重项圈围在脖子上。 常年不洗澡, 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彼此语言不通, 交通也十分不便利。 我竟然被带到了这个原始部落, 这就是你的家。 这一切让我心情沉重。 行李掉在地上, 我完全呆住了。 托尼拉着我的手, 带我进了一座草棚。 棚内坐着四个女人, 他们一见到托尼, 猛地扑向她。 哭成一团, 扎进她的怀里。 托尼抱着他们, 一个个亲吻。 用当地语言安慰他们。 我以为他们是托尼的姐妹。 实际上, 他们是我的四个妻子。 这个消息让我震惊不已。 大脑一片混乱,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我晕倒在地, 再也无法坚持。 我从天堂一下子掉进地狱。 非洲的原始部落 允许男人拥有三妻四妾。 四个女人为他生了两个三四岁的孩子, 他们全身漆黑, 像两团黑霉球一样。 白天还能看到他们, 但晚上就算打着灯笼也找不到。 一不小心就会把他们当作霉球扔进火里。 我感到非常绝望, 心里和身体都变得冰凉。 醒来后, 我猛地爬起身, 哭喊着冲出窝棚, 想要逃回机场。 然而, 托尼追出来, 紧紧抓住我的手, 苦苦解释说, 你听我解释。 我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愤怒地说, 你骗我, 滚开啊。 我上了你的当, 我毫不犹豫地, 抬手狠狠地打在他的脸上。 托尼脸色大便, 露出本来的面目。 他告诉我, 到这里, 你就回不去了, 必须听话, 不听话, 弄死你都没人知道。 他抬手一甩, 我又被扔回了窝棚里。 四个女人立刻扑过来, 用温言劝慰我。 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但我明白, 他们想与我和睦相处, 一起伺候托尼。 我气坏了, 拼命挣扎, 嫌弃他们的肮脏和身上的味道。 我想回家, 小矮后悔了, 真的后悔了。 我懊悔不已, 泪流满面, 悲哀的大声哭泣。 但此刻说什么都晚了, 无论如何挣扎, 都无济于事。 托尼突然勃然大怒, 向我扑来。 他狠狠地给了我一记耳光, 我的眼前一阵模糊, 头昏脑胀。 又一次昏倒在地。 我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无处可逃, 成为了非洲部落黑人的第五个妻子。 第二天早上, 我醒来后, 托尼命令我去做家务, 和他的四个老婆一起做饭, 洗衣服。 由于饮食习惯的不同, 这里的饭菜非常难吃, 难以下咽, 几乎和猪食没有区别。 而且, 我们被禁止使用筷子, 必须用手抓食物。 白天还好一些, 但到了晚上, 情况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我们六个人挤在一间简陋的窝棚里, 只能躺在木板上, 全部打地铺。 周围潮湿, 蚊虫猖獗, 不一会儿, 我的全身被叮咬得红肿。 托尼轮流与四个女人亲密, 最后轮到我, 我怒气冲冲, 不允许他靠近, 抬手乱抓, 大声叫喊。 结果, 托尼的脸和胸口, 被我抓得伤痕累累, 他愤怒至极, 挥拳打在我的眼睛上。 虽然听不懂当地话, 但我明白他的骂声含义, 他不再言甜蜜, 誓约也已荡然无存。 眼前的景象, 让我如同看到了一只凶猛的野兽。 但是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 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不值得同情和怜悯。 那个晚上, 四个女人强行按住我, 我无法动弹。 托尼撕扯我的衣服, 强迫我留在他的身下。 他再次,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空洞, 失去了灵魂, 只剩下一个空壳。 我的思想和身体也变得麻木, 整天都处于迷茫状态。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 四个女人开始给我打扮。 她们脱去了我身上的衣服, 用红泥涂抹在我身上, 还把我的头发弄成和她们一模一样的样子, 说这是为了适应当地的习俗。 我无力反抗, 只能任由她们摆布。 唯一的念头就是逃离这里, 赶快回到我的祖国, 回到父母身边。 我真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劝告, 没有珍惜小小的好意。 但是, 我该怎么逃走呢? 这里十分偏远, 没有道路, 离公路也很远。 而且, 托尼的四个妻子一直在监视着我, 生怕我离开部落。 我只能忍受着折磨, 忍受着屈辱, 过着像犯人般的生活。 我暗暗寻找逃走的机会, 但每次托尼回来的时候, 都是醉醺醺的。 进门后, 她立即想要亲吻我, 我用力推开她, 哀求她放过我, 让我回国。 她却告诉我, 回不去了, 问我为什么骗她, 说家里已经有四个老婆, 为什么还要祸害她? 她说, 那是我主动送上门来的, 不要做傻瓜。 她再次亲吻我, 用她强壮的身躯将我裹住, 这次我没有反抗, 因为反抗毫无用处, 只会招来更多的暴力。 我默默忍受这一切, 但我对回国的愿望从未改变。 接下来的四个月, 我一直在寻找出路。 首先, 我要弄清楚方向, 穿过村外的草地, 那边是一片平原, 一直向南跑八十多里, 就能看到公路。 上了公路, 就能寻求帮助, 达乘顺风车到城里。 城里有很多国人开工厂, 做生意, 我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 我必须注意细节, 开始制定自己的计划。 几天后, 我继续前行。 托尼成为有偿后的那天, 我们举行了庆祝晚会, 他是一名有才华和能力的留学生, 取代了老酋长的职位。 我们邀请了全族人一起在晚上狂欢庆祝。 所有的四个女人都参加了, 大家围着火堆跳舞, 气氛非常热闹。 可是我却被忽略了, 感到有些不满。 于是我离开了人群, 跑向村外的田野。 那里没有道路, 我只能朝着北极星的方向跑。 汗水如雨般流淌, 上气不接下气, 完全不知道跑了多久。 从天黑一直跑到天亮, 我感到浑身乏力, 严重虚脱。 正当我准备坐在石头上休息片刻时, 托尼带着一群人追了上来。 不远处的灯笼和火把照亮了整个场景, 全族人齐聚一堂, 还有他的四个妻子一起呼喊和尖叫。 托尼非常焦急地说, 回来吧, 我错了, 不要走啊。 我哪敢停留, 只能振作精神继续奔跑。 终于, 我看到了公路, 路上不断有车灯闪过。 我急需帮助, 大声呼喊着向司机求救。 经过一辆辆汽车的擦肩而过后, 一个好心的司机终于停下来。 我迅速钻进车里, 用手语半天才让他明白了情况。 司机踩下油门, 汽车迅速加速。 一个小时后, 我终于进入了城市。 我朝着一家国内企业的大门冲去, 口中不断呼救。 我是一名华人, 被人拐卖了。 在工厂门口, 保安察觉到了异常, 迎了过来。 我的心情稍微放松了, 终于看到了希望。 眼泪如珠子般滚落下来。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声大喝, 站住, 不能走。 我爱着他们, 这是托尼和他的同伴, 他们迅速追了上来。 只差一步就抓住了我, 我赶紧躲在保安的背后, 身体因惊吓而颤抖。 不要听他们的, 我是一名华人, 被这些黑人骗了, 我要回家。 我苦苦哀求着 两个黄皮肤的保安, 他们坚决不让我动, 声称谁靠近他们 就会打断谁的腿。 这两个华人保安非常勇敢, 挡住了所有黑人的脚步。 华人工厂受到法律保护, 当地人不能闯入工厂一步。 我有了保护伞, 不再害怕了。 你真的舍得离开我吗? 我看到了托尼眼中的无奈, 但心中毫无波澜, 反而抬手整理了一下头发。 你真是个骗子, 害得我很痛苦。 我恨你, 恨不得杀了你。 心里五味杂陈, 无处发现, 还觉得是自食其果, 自作自受。 小雅说得对, 老黑男人靠不住, 上当受骗, 只能怪自己眼下。 好吧, 小雅, 我知道阻止不了你, 但你离开前, 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 托尼的眼睛里闪着泪花, 对我也有着不舍。 你又想玩什么心花样? 你的样子, 只会让我恶心。 我向他大声呼喊, 发泄心中的愤怒和不满。 求你了, 让我再抱抱你好吗? 托尼软弱的身体一软, 竟然跪在地上, 看起来楚楚可怜。 我对他充满厌恶, 复仇的欲望突然涌上心头。 你答应了, 只抱一下, 然后马上离开, 以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谢谢你, 托尼会一直记着你。 他好像得到了特赦, 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 一步步朝我靠近。 我没有反抗, 任由他拥抱。 和我想的一样, 他不仅仅拥抱, 还低下头, 亲吻我的脸蛋和嘴唇。 我假装配合, 当他的舌头伸进我的嘴里的时候, 真正的抱负开始了。 我狠狠地咬住他的舌头, 将其断裂, 他发出惨叫声, 痛苦地后退几步倒在地上, 嘴里冒出鲜血, 不停地打滚。 我向他发出疯狂的嘲笑, 将血淋淋的舌头吐了出来, 然后转身消失在工厂的大门里。 大门被关闭, 将我与托尼, 以及这块罪恶的土地隔开。 三天后, 在华人工厂老板的帮助下, 我终于乘坐飞机回到了祖国。 走下飞机, 我发现父母和小雅已经在等我了。 我迫不及待地扑进他们的怀里, 哭得悲痛欲绝。 好女儿, 没事了, 一切都过去了, 爸爸安慰着我, 抚摸着我的头发。 这次非洲之行给了我深刻的教训, 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我再也不会相信那些黑人了。 托尼不仅毁掉了我的身体, 还摧毁了我的一生。 至今, 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 听说, 我和非洲黑人谈过恋爱的男人们, 见我都扭头就走。 他们感到自卑, 是因为我的邪号是37码, 而黑人的邪号是42码, 我的脚称大了。 这样的情况, 再也不适合国人小伙子的脚了。 感谢观看。